之前给大家发了如何更新车机导航离线地图数据 可以通过在线或者右盘更新 但是也只是更新地图的数据 导航的版本也是没办法更新的 比如我的车机高度地图版本是4.3 现在最新的版本已经是5.6了 导航软件版本越高 功能肯定有越多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升级高度地图车机版到最新的版本 以我的瑞虎7身心二和举例 当然瑞虎5X 瑞虎8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这个教程我会说的特别详细 时间也比较长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 首先准备一个U盘 最好是FAT32格式的 如果不是可以在电脑上格式化一下 格式选择FAT32就行了 这边要特别提示一下 安装包必须要放在这个目标下面 大小写也不能错 否则车机是用不出来的 然后打开高度地图车机版的官网 下载最新版的安装包 推荐下载正式版 功能都比较稳定 然后把下载的安装包放在APP文件架下就可以了 对于大多数的原厂车机 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随便更新安装软件的 首先需要获取的就是车机的工程密码 有了工程密码 就可以对车机进行各种操作了 类似于以前安装手机的root功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车机安装一下其他的软件 但是因为车机的配置变速比较低 同时运行的APP多了会卡 在这里多说一句 对于2019年前的7月厂车机 大家可以试一下456258 或者258456这个车机密码 2020年之后的7月车机 就都是一机一码了 下面说一下如何获取车机的工程密码 首先打开车机点击设置系统设置 存储空间 连续点击这个右下角的位置 点对的位置会有声音的提示 多点几次大约六次 就会出现输入工程密码的界面了 但是这个密码怎么获取呢 大家可以拍照记下设备的RD 大家可以去闲运搜索 或者找我也可以 就可以拿到车机的工程密码了 当然这个密码也可以找3S电药 但是基本都不会给 有的还需要签一个车机的气保协议 就比较麻烦了 而且还需要转面跑一趟 拿到工程密码之后 在车机的USB口 插入我们准备好了U盘 再次进入工程模式 点击中间的升级 再点击APP升级 就可以看到U盘里的车机导航安装包了 先选择 再点击安装所选 安装的时间可能比较久 显示绿色了 就是安装完成了 APP安装成功后 可以直接点击主页返回 也可以点击重启系统 一般普通应用不需要重启车机 直接返回主页就可以了 再打开导航 这是最新版本了 看一下版本信息是5.6 点击版本更新 也是最新版了 我找了一下 小团团的语音包也都有了 如果觉得更新了最新版的 合作地图后 感觉有点卡 可以点击地图 性能消耗 选择低或者中 这样就能保证流畅运行了 而且地图升级到最新版之后 开启导航 一般盘也同样会显示导航信息 最后再提醒一点 别忘了下载更新地线地图 推荐还是连个热点再线更新吧 这样比较简难 好了 今天的奇味锐虎7 车机更新高的地图 到最新版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在操作中 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在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或给我发私信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